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朗读者》 该片用另一种角度讲述二战给人们带来的伤痛 此片在81届奥斯卡上荣获五项提名 凯特·温斯莱特凭借此片封后 麦克伯格是一名16岁的学生 在乘坐公交车时感到不适,下车后呕吐 女列车售票员汉娜照顾了她并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麦克被医生准断出得了心红热 需要休息几个月 病好后,麦克登门拜访汉娜表示谢意 在汉娜换衣服的时候,麦克偷看被发现于是逃跑 不久后,麦克又来到汉娜家中 汉娜让麦克装眉上来 汉娜看到灰头土脸的麦克让她洗个澡 两人随后进行了一次成长活动 从此麦克要求提前去学校上课 并经常放学后去汉娜家中 渐渐的两人相恋了 汉娜喜欢听麦克朗读文章给她听 两人虽然有过争吵 但之后都和好了 麦克提出一起去旅行 两人度过了甜蜜的夏日假期 不久后,汉娜被提拔掉往后勤步 在麦克生日那天,两人吵了一架 没想到第二天,汉娜就收拾行李离开了 两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转眼间,麦克开始了大学生活 她学习的是法律 她随老师和其他同学一起去旁听 纳粹战争的审判 忽然她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吸引 此人正是汉娜 她坐在被告席 最因是挑选无辜的战犯送往集中营 麦克情绪波动很大 她没想到,汉娜竟然做出过如此残忍的事情 汉娜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罪行 麦克的同学也情绪激动地指责汉娜的所作所为 临近最后的审判日,其他被告都指控 汉娜说都是她做主的 还撰写了一个报告 其实汉娜并不识字 但汉娜不想承认自己是文盲 当下了主要责任 被判以无期徒刑 麦克亲眼目睹后 痛苦地流下眼泪 十多年后 麦克已经成了一名律师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与妻子离婚 麦克开始录下自己朗读的文章 并将录音带寄给狱中的汉娜 汉娜从此开始学习阅读 她去监狱的图书馆 借了麦克所读的书籍 开始一字一句地学习 就这样 汉娜在监狱里学会了写字和阅读 二十年的牢狱之灾就要接近尾声 麦克被告知此事 并答应帮助出狱的汉娜找工作和住所 两人在监狱的食堂见面 此时的汉娜已经年事已高 汉娜很激动 麦克承诺下周来接汉娜出狱 麦克走后 汉娜回到自己的监狱住所自杀了 麦克一周后来到监狱 得知汉娜的事 失声痛哭 汉娜留下遗嘱 让麦克把她存的钱 寄给当年被纳粹迫害的生还者的女儿 麦克来到受害者女儿处 告诉了她一切 受害者的女儿没有接受汉娜的钱 她并不需要这个 战争的痛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 麦克决定把钱捐给犹太机构 两意见一致后麦克离开 最后麦克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到汉娜的墓上 打算告诉女儿从来没提过的汉娜 与她心中深藏多年的秘密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从另一角度来讲述 二战后给人们带来伤痛的电影 人性的愚笨 执着甚至荒谬 又是那样的自然 值得同情 甚至是值得尊敬的 凯特在此片中展现了她精湛的演技 这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可谓是实至名归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